今天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旁边的重点赶快来提醒您 外传520有可能的路客来台会解禁 所以长荣航空往上爆量大涨了4个百分点 另外6都的4月份移转数暴增了43% 也就是房地产非常的热 所以营建股14档攻到涨停板 那么看到航空股在涨 营建股在涨 那么谁在跌呢 为什么在今天会跌的174点呢 电子股在跌 因为美超为大跌了14% AMD大跌了超过8% 拖了台股的电子股 特别是台积电 在今天跌了18块 我们稍后来做解读 为您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富兰克林投股资深协力梁佩玲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请到财经系助理教授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连前往阿伯3 大家好 我们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财经专家賴先生憲哥 大家好 不是说FED一定会放音吗 不是说FED如果一旦不是放音 那就是大利多吗 那为什么利多还跌呢 蔡总 对啊 这个FOMC之后的财后生命 大家等这个鲍尔开金口 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线图 这个左边是纳斯达克 后边这个财瓣 你都可以看这一个 这个是纳斯达克 曾经一度往上冲高 这个下来 这是财瓣 早上是开 开在这个位置 后来震荡走低之后 曾经一度反弹 之后再下来 好 那这个鲍尔先讲一下 他说 下一个动作 不会是升息 割哦 割哦 就是那个 下一个动作 不会是升息 大概在这两点半左右的时候 就 反弹了 对 但最后 他说怎么样 对这个降息的信心 比疫情的更加漫长 大家最后 其实我们 所以他到底是放歌还放音 音中带歌 我告诉你 或者是歌中带音 我们稍微有点尝试的都知道 不可能在这边升息 但是 大家要等着 就是说你暗示一下 会不会降息 他现在看起来 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 不断的往后 所以不断往后就回到了基本面 你现在的 未来的通膨数据是怎么样 在决定这个股市 所以你认为是 音中带歌 音 好 我问一下佩玲的看法 昨天的利率决策会议 到底是音中带歌 还是歌中带音 到底是放音还是放歌呢 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是音中带歌 也是音中带歌 很多媒体都是写放歌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看媒体都说是放歌 只有你们两个都说音中带歌 因为他把降息的时间点一直往后延 其实连准会现在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降息 他只能说就是要看数据来说话 对 所以其实 我这边来简单讲一下 他到底讲了哪些重点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第一个当然就景气来看的话 因为上个礼拜美国公布出来 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出值只有1.6% 所以开始有人担心说 可是通膨都还在3%以上 是不是会有停滞性通膨 那鲍尔第一句话就跟你说没有 好 所以这个是歌 对不对 对 这是比较正向的 没有看到停滞性通膨 对 那第二个 但是在声明稿当中 以前都是很委婉的说 现在是在声明稿当中 明确的说 近几个月看到在通膨的部分 没有缺乏进一步的进展 好 这是音 对 好 歌音 第三个又来了 他要说 Answery这部分 他们在要有更有信心之前 他不觉得不会去降息 那但是呢 不宜降息 不宜降息 来 再通膨持续朝两趴迈进 更有信心 我在没有信心的时候 我不会降息的 所以 他说了 6月降息 可能6月份不会降的 但下一步不会升息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降息 要等到我有信心的时候 我才讲 对 没错 那6月份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信心 但也不会升息 所以这个算是 因中代歌 这是因中代歌 好 好 那最后一个 当然其实让市场比较意外 大家本来就觉得 联准会这一次会去宣布 放慢缩表的速度 那本来现在每个月 是从市场回收 950亿美金 原本预估大概是会降到650 所以现在反而是降到了600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从市场回收的资金 是更少的 所以其实这是6月开始 所以这个是比较偏割的部分 好 6月起 放慢缩表速度 950亿元 950亿美元 降到600亿美元 那么美国公债 将每个月的公债赎回上限 从600亿条降到250亿 所以你这个解读是 偏割的 那这样割的票数比较高 所以其实 可是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就昨天整个股市 跟债市来看的话 债券值利率是明显的瓦下掉 而且是一直撑到了收盘以后 但美股的部分 那是科技股却大跌 对 科技股我觉得 当然就是刚刚阿关提到的 美超微跟超微的财报跟财测 没有那么的亮丽 我觉得部分也是反映了 市场先前的预期 太过乐观的关系 好 那我们再仔细把 昨天联储会释放的信息 再好好的抽丝剥茧一下 第一个就是 联储会要保持耐心 为什么 没有信心 但是保持耐心 因为现在的通膨 不论是CPI或者是PCE 都还高于这个目标值 两个percent以上 所以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对 那因为通常就像他 那时间点一些 往后延 就像爬山一样 其实最后一里路 总是那么的难熬跟鞭困 总是那么艰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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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联准会其实现在 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以目前的联邦利率 期货来看的话 首次降息的时间点 已经递延到了11月 原本上个礼拜都还停留在9月 那现在已经递延到11月了 但是我必须要说 因为今年11月 美国要选举 通常很少在选举那个月 做动作 其实有人说可能是12月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大概今年就是 如果这样子的话 落在12月的几率是高的 那当然如果未来几个月 通膨有开始比较明显的降温 我觉得还是有9月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9月跟12月 是比较有可能的 那如果是真的落在12月或9月的话 当然目前市场预估是降一码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的预期 的确是已经比较保守一点 就是已经反映了 联准会可能今年就是只降一码的状态 那最右边的就是在 这个是联准会资产负债表 对对对 现在大概就是在7.4兆美元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所以昨天的利率决策会议室 大家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公債值利率也显示了这个讯息 对不对 对 那我要讲的是 因为10年期公債值利率呢 去年10月份最高 其实一度逼近了将近5个percent 今年来其实从4个percent以下 一路的攀升 现在也大概就是在4.6附近 那不管联准会怎么动作 基本上我们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如果就 职利率还是很高 虽然有稍微下降 但还是很高 对 那只是大家会期待说 如果联准会未来降息 职利率有可能会降到哪里 我们如果就蓬勃的调查预估 今年年底大概也不会低于4个percent 那基本上我们的一个整体 富兰克林国外的团队 他大概看的区间就是 4.25到4.75 好 我们等会再来谈策略 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我到底应该怎么操作呢 因为确实昨天出现了蛮多吊诡的 包括音中有歌也好 歌中有音也好 讲话仍然是抓不 第二个重点是 过去是殖利率下降 那么科技股就有机会喘息 但昨天是殖利率下降 科技股还是大跌 那么来问一下朱老师的看法 是 我觉得目前 我觉得越来越低的降息可能性 因为也就是刚刚佩玲所说的 如果说今天是到12月 才有可能降息的话 问题选举结果 那是在折磨投资人的耐心 要注意到选举结果 如果今天是拜登连任 那12月有可能 可是如果是川普连任 那变成拜登是看守的内阁总统 他不会有大动作 那如果连12月都不降的话 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今天拜登他要做选举行情 他其实会不管经济数据了 我纯粹就是为了要做选举行情 好 那我们就要回到策略面 到底各位认为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要不要卖电子买船产 认为应该要卖电子买船产的 请给圈 请去拍 要不要卖电子买船产呢 我们来看到有两票说要 有两票说不要 那观众怎么办呢 然后一个方中间 来 说要的是 我们先来问说要的 这跟年龄有关吗 这个应该笑了 来 为什么要卖电子买船产 其实我早前就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回来看一下 这个策略该怎么做 我们先回到刚才上一张 我们看一下 台股以电子股为主 所以我们是比较看重 纳斯达克跟惠伴 请观众注意一下 纳斯达克上面这个是月 下面这个季线死亡交叉 所以这两天 谈到这个死亡交叉这个点的时候 再被灌压下来 为什么 因为死亡交叉 用白话讲 敏定特级 敏定特级 对 不知道死亡交叉 你要去冲上去吗 所以你看惠伴也是死亡交叉 我告诉大家 惠伴今年的YTD 就是今年以来的涨幅 一度最高的时候是25% 现在缩水到7.9% 这个什么意思 快要打回原型了 为什么 我讲一个 这为什么会缩水这么多 因为通膨的数据 经济的数据 告诉你 往后 往后 往后降息 抱这些科技股的人就抱不住 赶快我下个车 我还有赚 所以你要从这个 为什么今年25% 降到了现在8%左右的会半 他提出了这个 不断降息往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我们的TSMC 这个非常罕见的现象 台积电今天盘中 一下子就灌破了788的月线 失守月线 对 领先大盘 大盘是在最后一盘的时候 被台积电因为收在最低 所以大盘才跌破 大盘的2024期的月线 那为什么TSMC不会护国神山 以前都是领先大盘 现在领先大盘转弱 所以台积电叫做成也台积电 拜也台积电 他就有在警告这个现象 所以大盘就是看台积电脸色 对 就警告 因为他就呼应了刚才那个会半 对不对 是 废半叠很深 所以钱就跑到哪里 聪明钱就开始 我也不晓 佩玲刚才讲说最快9月 9月现在5月 还有4个月 万一12月还有半年多 那万一12月也没有的话 那我告诉你 做高平的人 每天都在作战 都在拼绩效 不能等 对 你轻松那边的电子的时候 你绩效在哪里 你绩效跑不出来吗 你现在要回到 如果从绩效的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 营界分类指数 放27年新高 对 我告诉你 我问大家 你要拼绩效 你会拼弱势股还强势股 强势股 当然强势股 弱势股哪有那么笨的 去帮人家做解套 我跟他讲 弱势股只有套住的时候 才知好 狗不里三种抱子 我跟你说 你拼绩效 你拼绩效 一定是强势的股票 他27年新高 今天的占比 一度来到10% 当然这个10% 是有点过热 明天10% 那你就注意 可能流上线 但不管怎么样 再过来有人讲说 基本费在哪里 今天4月的6都 买卖移转动数 大升43% 爆量 你去给我找 另外一个内息产业 YOY有40%的 没有第二个 就他 而且我刚才 你说台积电不行 台积电还是有 这里面的6都 就是这个高雄 你有没有注意 台积电效应 MOM9.5 MOM最高 YOY59.7 也最高 不管MOM YOY 高雄都第一 台积电 在哪里面两奈米 昨天我们不是讲 现在的营建股王 已经是 变成是高雄建商 你看真的 因为这个买卖动数 就是营建的成交量 难怪古王在高雄 这里 观众看一下 政据在这个地方 好 弄就往下 来 那飞电子 我看 开始充了 今天很怪的 今天最早涨停的是远雄 你看远雄 当然配息3块5 直率6 4%多 一跳空闪停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那个大忌惮 场地租金 远雄要跟人家婚 无上限 被那个台北市一眼骂欢了 对不对 干脆我们到高雄去办活动 好了 不要 不要再大忌惮 所以有人想 来解约 把它解约 解约以后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利空 但想想 解约搞不好一个下台价 我就卖大忌惮 对 卖大忌惮 他把那个烫手山鱼给转手算了 远雄连同他的子公司 持有那个大忌惮的股权 28% 也就是说呢 说不定把大忌惮给转手 把这个烫手摊山鱼 丢给别人 反而对远雄势力多 对 但是这不能讲 对 跳空掌停 缺口 攻上去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新闻 张冠来 国舰那一天 跌 跌一天就止跌 跌一天就止跌了 但是他今天报 14万张的成交量 这是量蛮大的 上市公司的第三名 我告诉你 现在前三名都是灰电子 第一名是长荣航空 第二名是资产股的中始化 第三名就国舰 不一样 长荣航 中始化国舰 就是那个 股王 股王 是比较差 但他涨停满 再过来我们看一个有趣的现象 润态信 润态集团 大家找银建股 一定找2555 是 忘记他躲在99 99的内部 但是其实他的业务 还是有跟银建有关 所以我们看一下 9945的润态信 这个表示 那个银建的人气往外扩散 你看这一波是慢慢的 其实突然就涨停满 大家发现 你也跟银建有关 所以这个人气就跑到灰电 好 来 献哥 献哥也认为 这个时候应该要卖电子买全产 对 刚刚在讲到美国联准会 其实巴尔最近在找工作 找工作吗 对 因为不晓得到底进了谁会 看起来好像拜登上 联论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小 因为现在美国的八十首大 总统的任期没有一致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 明年的二月 一定换 他到明年 一定换 那你想想看 现在八十首大学都在抗议 所以拜登最近年轻票跑了很多 那联准会 其实现在联包也不晓得 到底是鹰还是割 因为他晚上看起来好像割 但是早上起来就变鹰 所以他已经没剥了 最主要就是说 你现在按下升息的停止键 但是你没有按下降息的开始键 所以你未来的一个降息的路径不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一直等 等到后来 等到没耐心 已经没耐心 已经没耐心 所以现在就回归到市场面 技术面这个基本面 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但是这一排是给差的一个放中间 我现在问阿文塞 阿文塞为什么给差 因为我觉得电子股没有那么差 所以原则上像高东的一个法售会 还有今天台积电的一些问题的话 我个人认为其实他印厂 后面其实他的一个力多的一个支撑的力道 还是非常强 没那么差吗 来 我们来看 美超围 韩超围都市井 说AI链缺料 那台厂极客9元 所以没那么差吗 现在有缺料问题不是吗 对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其实美超围是调高财测 他是调高财测 他为什么会跌 是因为毛利率下降 那问题是 为什么毛利率下降 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因为这两天台积电的跌 一开始是这样 就是说美超围说 因为我就是这个毛利率下降了2.1% 但是他是调高财测 所以他是对后面AI的需求 他是认为还是增加的 比原来疫情更高的 那现在的重点是瑞银他这个东西 让台积电这两天稍微跌 他说辉达的GV200 可能10月出货延两个月 但是他有一个假设 他的假设是说 鸿海他做的东西 如果有漏洞 可能生产两个月变六个月 他是建议在这个基础 那人家就问鸿海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 他说我正常 鸿海一定说没有 我正常 所以到底会不会延 是让他股票下跌 但实际上有没有这个问题 不一定 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 为什么美超委毛利率下降 是看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主要是因为 未来的散热 要改成水冷室 他要去抢货 他要去抢货 我拿钱去 所以我毛利率下降2.1% 我就获利就减少 但是我这个一抢到货 到时候我出货量会很大 那为什么要去抢货 你看传统的伺服器 现在传统伺服器 大概是350瓦 功耗 这是散热板 用个散热板就可以 3000块美金就解决掉了 那现在是H100 H100是700瓦 他用气冷室的 他大概5280块钱美金 那为什么美超委 他要去花钱赶快巩固料园 以后的出货量才会比较稳定 因为现在是GB200 1250瓦 他是用水眼4 他这个单价是多少 47100块 这个很难做 所以一定是少数人才会做得到 那我赶快就说 只有以前是一大堆人都会做 现在就有指甲做 那我赶快把它包起来 我用更高的钱把它包起来 因为这个成本比较高 47100块 所以他虽然让美超委的毛利下降2.1 我赶快拿起来包嘛 所以我获利就减少 但是我未来营收 我是挑高的 因为我有信心就说 这个料我把它抢到之后 我未来出货会比较大 那我会比别人更强 所以我的获利会比较高 所以他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今天的消息 就是日月光跟所谓的历程 都开始拼这个HBM 因为现在HBM 以前长期以来 量力是有30% 那最近已经拉高到60到65 所以变成现在三星 跟海尼克斯都跑来台积电说 帮忙帮我做 我做很久都三十八三十五 那现在好不容易到六十到六十五 所以未来次世纪的 台积电你帮我做 所以他们都跑来跟台积电说 你怎么办 那因为康瓦斯 他现在产量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这个变成说 这个量一定要放大 所以日月光跟历程 你看历程他的资本支出 从一百亿 他不是增加到一百一十亿 到一百二十亿 他增加到一百五十亿 增加五成 所以一旦大家速度加快的话 未来那个出货量就会大增 所以为什么美超卫他营收的话 调高上去 所以这个东西短期里面 造成台积电的拉回 但是我是觉得拉回反而是个卖点 因为拉回是买点 对这对耳后的营收 其实大幅成长 那水冷室是不是应该要留意 对对 我觉得齐永 卖那么贵 吓死人了 但是这个东西就说 我以前卖给你卖三千块 那下七冷室我卖给你卖五千多块 我未来要卖给你的是水冷室 是四万多块 我以前卖给你是五六千块 我未来要卖给你是四万多块 如果是七十二颗再七万多块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以我们做研究的角度 这个是登山的半土之中 还没有到山头 因为未来获利会更大 因为那个价格更高 毛利更大 现在只有在山腰 对对对 所以这是半山腰而已 所以像基隆MS 很多的所谓的这一个散热族群的 短期里面涨多一定会增浪来增浪去 但是久止你会发现 这类型股票还是整个大阪 电子股的主流类股 好来 老师也是 认为这个时候还是要坚持守住电子股 没有错 一个是刚刚文塞提到 你看今天散热族群很好 那另外你看今天还有像西光子 其实今天也都有拉涨停 都表现很好 因为投资人最喜欢的还是电子股 你说飞船上 电子股的一些主力ETF 最近要换股 对 那那些可以买吗 这也是一个大家去注意到的问题 我们先看到 大家都看到最近ETF配息比预期还要来得高 看起来是不是很开心 对不对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它这个息从哪里来的 你这些我买这些公司分配多少息 所以我应该可以配多少吗 大家的想法是不是就这样子 可是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 我们就你最近市场上最夯的 最多人在买的几档 大家可以看到 来我们现在在这个00878 大家预期的配息来源 应该是我蓝色框起来的这个 股力的部分 对不对 既然叫高股息ETF 不就应该看这一块 可是实际上你看这个 这个都是占比 有没有发现 真正的配息反而是来自于下面 尤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来自于资本利得的部分 反而比我股息还要来得多 它是一定的 股力所的占比是31% 对 但以实现为资本利得的占比 却是62% 是好 来我们再看到后面的 也是类似 我们再看到下一档 我们看到这个群役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股力的部分 真正股力的部分占比 你看到这个更低 如果以第一季来说 因为第一季差距更大 来 它的股力部分只占6.1% 可是它的 以实现资本利得的占比 高达13.6% 还有一个平准金 平准金的问题就更大 因为平准金 白话来讲就是拿你的 拿你给他的钱再配给你 那这更要不得 好 所以我们再看到下一档 太高不行 收益平准金的 太高不行 好 你再看到00929 我的钱配给我自己 是 有没有看到00929 也是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以为的高股息 ETF应该是来自于股息 股力的收益 可是实际上 那部分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钱 对 实际上去 要么就是平准金 要么就是资本利得 那平准金我们刚刚说是 你自己的钱 那资本利得哪里来的 如果你先是主动式基金 黑板算来的 可是主动式基金 才会有赚价差的 你ETF 而且高股ETF 你为什么会有价差 对 为什么 对 因为它是在换股的时候 就回答官的问题 换股的时候 不是有些股要卖掉 卖掉的时候 就会有资本利得产生 它跟主动式不是 主动式我就是纯粹操作 有赚到我就卖掉 那它这是被动赚到这些钱 所以问题来了 你看到五月份来说 00878它准备要换九档股票 那00919要换更高达13档 那00929比较慢 要到六月份 所以目前要换的这两档 它为什么有一些个股要被换掉 其实就是因为它殖率率太低了 那殖率率太低的原因 其实是回到它股价涨高了 所以它的殖率变低 不在我的选股标准 所以我把它剔除掉 那回过来 如果你今天都不换的时候 那不就意味着 你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本利得 所以你的殖率率是高的 因为大家知道殖率率 就是股价跟股息 要嘛你股息高 要嘛就是股价低 才会有高殖率率 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些资本利得可以赚 那接下来你还有吗 这是个大问题 所以老师那策略上 我们应该要做 其实我们要回到看总报酬 你不要去看殖利率 因为你看 因为你看新闻铺垫概率 某一档一天我跟你说配取率12% 听起来有没有很开心 有 可是实际上是真的 来我们直接报酬率给你去看 你就知道 我们就刚刚这三档市场上最夯的 有没有看到我们去对比大盘的指数 好不好最清楚 而且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大盘的报酬率 看的叫价格指数 也就是说我是没有含息的 是 可是上面三档ETF都是含息的报酬率 如果你把大盘也含息算进去的话 我们的大盘指数如果一年含息 大概报酬率会3%到4% 所以如果你把下面那一行 再加3%到4% 当然它必须一年来看 你看到实际上这些高股息 ETF真的有比较好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尤其很多投资人 现在看到报酬率其实并没有打败大盘 来佩玲 刚刚你是放中间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策略你认为这个时候策略应该怎么拟定呢 特别是我想昨天的利率节奏会议跟债券投资人息相关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刚刚是站中间 是因为其实如果就类股轮动的角度 其实美国股市在三四月份就已经出现了 我们看一下四月份美国股市 十摊普白指数十一大类股 全部一片红当中唯一收红的是谁 一片黑一片下跌的当中 唯一收红的是公用事业类股 讲了将近1.6% 就像水电瓦斯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公用事业 它就比较不会受到景气的循环影响 可是过去公用事业类股很怕殖利率弹升 但是因为它这一次的基期已经很低了 可能就像我们台湾的一些非电子股一样 它的基期很低之下 反而这一波殖利率的弹升 反而它四月表现不错 对那反而你可以看到AI科技股的部分 是跌了超过5.5个percent 因为它涨太多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类股轮动 或者是这种比较偏向于这种投资风格的转换 其实对大盘来说是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现在进入到五月份 很多人还是会担心说 美股会不会有五成六绝 其实就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美国股市过去十年 五成六绝的表现并不是很明显 五月份平均大家都还涨了0.9个percent 上涨的几率也有九成 所以我们觉得就像刚刚提到 这两位其实前辈也有提到说 在整个AI的股票 虽然他们对于整个财测展望 好像有点不如预期或者是毛利率 但部分是来自于整个上游缺料的部分 并不是需求不佳 那我觉得五月份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五月二十二盘后 NVIDIA要公布财报 那因为NVIDIA 确定是亮点吗 应该是说NVIDIA最近的股价 已经从将近一千块 已经跌到了八百多块 如果这一波趁机出现了休息的话 我觉得只要它未来的展望 还是维持正向的话 其实对科技股来说 我觉得反而是逢低 是低阶的机会 好 刚刚佩玲说 我们五月份有个亮点 就是NVIDIA的财报 所以来问一下我 我们不知道NVIDIA 会释出什么财报 但是在NVIDIA释出财报之前 高通先释出了两点财报 过去我们都一直认为 就是说这个手机一定是不好 这个车用的一定是不好 那高通的法说一定讲不好 但是高通的法说会一讲完之后 他盘后的话是大涨四个percent 你看他第二季的财报 他说中国地区我连续两季 我的智慧型手机 我的业务是年增四十趴 不是华为很强吗 他说华为是抢苹果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这是Android系统的 他是去抢苹果 然后像他那个三星的S24的话 那他是用大概有十几个 这个翻译的语文 卖得非常好 他那个估计今年可以卖到四千万支 大概成长三十个percent 所以第二季朝报表一公布的时候 怎么那么好到 所以这个令人非常意外 大家会想说 联花科不是说第二季 季减五趴吗 那你高通一样手机 那你第二季你可能就不好 他说没有 我第二季你看我的财报也不错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的车用 车用很差 没有没有 我车用的订单 本来我只有三百亿美金 我现在调高到四百五十亿美金 我积压的订单大幅增加 所以你们都说车用不好 我车用晶片就大幅增加 你就是说高通财报 出乎意料之外的 我们本来比较担心的手机 很好 我们担心的车用也不错 那我来问 那既然这样的话 是不是代表联发科有机会 对 因为联发科也是拼AI手机 对 你看我们看下一个 就是说联发科在AI的部分 他也非常强 你可以发现 现在AI的手机在今年 大概就是说整个的手机的比重 大概AI手机是十一个percent 那这是2024年 那2027年的话是43个percent 等于说到2027年是5.5亿只 这代表2024年到2027年 它的年复的成长力四十九% 所以变成说这个未来联发科 其实联发科今年已经说16% 而且它是不是要发表新产品 对对 但是它明年还是会成长22.8 所以大摩有时候一估的话 是估明年获利的话是85块 那它新产品市场有非常乐观吗 因为据说5月7号马上 因为在NVIDIA公布财报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力多 是联发科最强晶片 天玑9300plus将会发表 而且是到5月7号 对对 这个9300plus的话 它其实在测试的阶段 其实以前我们可以发现 自从到了5G手机天玑的系列开始之后 每一次公布 其实它的分数都跑赢 骁龙系列 所以以前的话是差距一大段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在 这个联发科的一个天玑系列 它公布的那个跑分的话 其实是跟骁龙的 是不分宣誓 甚至比他们高 所以这个9300plus的话 是5月7号公布 那这个Vivo的X100S的话 要率先应用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跑分各方面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水准 那当然没有错 第二次是淡季 大家比较没有发手机 是这样 但是我们来看下半年 下半年它要推的这个是三奈米的 因为现在所有的手机三奈米 所有东西三奈米 只有苹果在用 那现在变成说 你这系统现在开始 第一个要用所谓的三奈米的话 就是这个所谓的淋发科的天玑9400 这个的话是它的杀从武器 我们刚才讲过说 为什么今年估成长16% 大概获利是61块 明年大和跟摩根斯丹利的话 预估会到85块 就是这个天玑9400是三奈米的 它的那个AI手机的渗透力会非常高 因为它现在渗透力高通是50% 因为高通先嘛 它是5% 天玑9400出来到明年的话 它市占力就会渗透的非常高 好大家会担心AI主要都是它涨多了 其实对前景的疑虑并不深 因为包括连我们最担心的手机 也卖得很好 只要有AI的逻辑 不管是S24还是高通的手机 还是跟AI有关的相关手机 其实都卖得不错 所以第一块手机不要担心 那么AI另外一个成长动能 其实是在机器人 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来看机器人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发现 AI的机器人 现在在这个大陆的部分 其实这个大陆的有一个叫李飞飞 这个的话是一个华裔的 他在美国 这个他公布了一个数字 就是说 现在AI的开发当然是美国最强 但在专利的部分 你可以发现中国的专利是一路往上 你可以发现他这个一路往上 他现在的市占率是61.1 这个percentage的话 大概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那美国你可以发现一路下 就AI的所谓的这个数量的部分 他大概一路下 本来是50.4 现在美国的AI的专利的数量只有20.9 所以这个应用在所谓的AI的东西 应用在机器人 所以现在机器人的部分的话 大陆他是领先美国的 因为我们看美国的机器人会干嘛呢 会拿鸡蛋 对不对 会泡咖啡 但是中国的机器人会写书法 对 这个的话是新层 这新层自然的一个所谓的这个S1 你可以发现 他开酒瓶 那个力道还很强 他手的这个力量的话 他可以有所谓的每秒10米的一个速度在弄 他可以被力的话可以撑10公斤的东西 他这个酒 酒很重啊 他就把它打开 而且打开完了之后 他倒酒非常顺畅 很稳也不会滴出来各方面 所以你可以发现 也蛮好的 对 黄瓜不好切 黄瓜不好切 他刮黄瓜的话 就是说一丝不够 刮的情况也非常好 他也可以在这个这个煎锅里面 翻转那个三明治 你都弄来弄去 你可以发现都很准确 写书法 我看我们的书法都写书他 那个书法的话是用AI的的人工智慧 那个书法写出来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漂亮 不过他这个的话是坐姿的 是用坐的 他是坐着工作的 对 但是现在 坐着工作还是站着工作有差吗 没有 但是现在 他有脚又不会酸 不过他这个的话是没有脚的 等于就是说是 没有脚所以也不会脚酸 但是我看他真的动作蛮好的 北京北京有一个人型机器人的创新中心 他就有那个奔跑机器人 天工嘛 对不对 后来蛮红的 天工 他这个机器人的话 你可以发现 每一秒 每个小时可以跑六公里 我觉得也是不简单 每个小时 可是我看他跑得慢慢的 慢慢 但是我觉得一小时六公里可以 然后你可以发现 他在走路的时候 他其实他是盲视的 他走路 他走那个阶梯 还有走那个斜坡 他也是走得很稳定 有时候 所以盲视是什么意思 什么 斜坡 什么叫做盲视状态 行走楼梯 盲视是什么意思 就说因为这个机器人都有3D的那种 所谓的眼睛的那个视觉 可以视觉去做很多东西 他这个机器人是 没有用那个视觉情况之下 那他怎么走的 他就可以走 叫做盲视状态 行走楼梯 盲视是什么意思 就说因为这个机器人都有3D的那种 所谓的眼睛的那个视觉 可以视觉去做很多东西 他这个机器人是没有用那个视觉情况之下 那他怎么走的 他就可以走 而且而且他如果碰到那个所谓的 利用心感受 对对 不然我在想不到他看不到他怎么走 他是盲视 他怎么能够走得那么稳 对 所以他这个有所谓的踩空 或是有障碍物的话 原则上他都能够躲过 就他会 其实我们去吃餐厅的时候 也看到那个拿那个所谓的菜出来 他碰到什么他就转 碰到什么就会转 就是说一般来讲稍微有一点障碍物 GTC大会 机器人就是现场的亮点 我们来看个股 所以AI 我看文塞对AI 我觉得零发科最近的话跌比较多 因为进入淡季 但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因为他的股息 殖利率一般现在估的话 因为跌下来就五点二 然后他本益比的话 也是比较低的水準 所以虽然可能短期里面进入淡季 但是他还是有所谓的这个 这个ETF的一个所谓的高股息的一个 买盘的机会还是比较高 然后宏捷科现在是接到高通的订单 所以高通如果大涨的话 对他来讲会比较有帮助 那我觉得手机里面 可能比较可以观察的话是易近光 潜望湿镜头 对对因为潜望湿镜头 因为他接到铁望湿镜头很多 所以他是年增的 所以手机的概念股 大概这些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那身家的话是因为三星卖得非常好 但股价都没有动 那如果说耳后三星的一个体材发酵 我想这类型股票也有一些机会 那联勇的股价一直都非常稳 所以算说你失去所谓联发 那个所谓苹果的供应链 他还是不太跌 马上就上来 所以他这主要是业绩的稳定度 但是讲到机器人 Robot的话 大家都会想到 索罗门 但是有人就说 这些机器人只要有AI就好 不需要什么大的那个技术 所以其实重点是在AI的技术 才是对所谓的机器人是最大的关键 所以今天因为这个的话他就跌了比较多一点 好 所以机器人干点股可以特别来做留意 虽然NVIDIA的财报大家是乐观预期 但是对苹果的财报就比较担心 那今天晚上是苹果吗 对 明天凌晨 台湾只会明天凌晨要公布 反正我们明天就会知道苹果的财 对 没有错 那大家现在都说真的是 刷在蛋 刷在蛋 对 因为从几个已经知道的数据 譬如说我们先看到这个iPhone的销量好了 好 你看到这个iPhone的销量 我们用IDC的资料来看 今年第一季如果以全世界来看 你看到它是衰退百分之九点六 你可以相较于其他的厂 所以你看到这个三星就重回第一 虽然它也是衰退 但是它衰退 三星的衰退幅度比苹果少很多 所以它整个市占率 我们来看YY 人家三星也衰退 苹果也衰退 但三星只衰退了0.7% 苹果衰退了9.6% 当然最主要就是华为重击 在中国市场 可是如果我们再看到中国市场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苹果卖这么差 一定是中国市场害的 未必 你再看到这个 一样是IDC的资料 中国市场的部分 苹果也是衰退 可是大家注意到 它在中国市场衰退 比全球还要少 好 来 中国市场衰退6.6% 那么从排行榜来看 苹果已经落居到第四名了 那么在中国市场的第一名是荣耀 第二名是华为 所以这两家是同一家公司了 然后第三是OPPO 第四苹果 第五是Vivo 所以前五名只有苹果是外来的品牌 其他都是中国本土品牌 是 因为iPhone占苹果 整个营收就一半了 那你iPhone卖不好 那就 所以我刚刚说 刷在蛋 那再从另外一个指标 就是你的供应链的营收来看 所以你看到这个Skywall 这家公司 它专门是提供 苹果的这个类比IC 跟混合式IC 就是数位加类比的 你看到它最新公布的第一季财报 它的营收衰退 百分之六点三 要知道 它的最大客户就是苹果 而且它的营收 百分之六十六都来自于苹果 所以当它这么大幅衰退 不就意味着 苹果对它的需求变少了 那不止这样子 如果我们在之前 我们不是又讨论过 台积电第一季的法说会 那时候我就提到一个问题 台积电的三奈米 为什么营收大幅下滑 台积电的三奈米 就是被苹果全包的嘛 那台积电的三奈米 从前一季的占比15% 营收只剩下9% 为什么下滑这么多 不就是也是苹果的问题吗 好 但我们回来讲苹果 唯一就苹果的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它能不能提出 AI值得期待的愿景 没错 不然如果看到的财报 大概会了无心意 大概也都是坏消息 为了可能会激励股价 就是到底它在AI做了什么 它将来AI有什么愿景 据说它最近大动作在挖角 而且人家苹果 也有自己的AI机器人 没有错 大家可以看到 苹果在过去 还没有发表新品之前 它通常都不会讲 可是这一次很意外的 几次人家问到这个库克 库克都说 有有有 我们已经开始在做AI相关的 那事实上说这有证据吗 我们先给大家看到这个图表 这是全世界几个知名的大科技公司 这些年来在收购AI公司的统计 结果收购AI公司第一名的 居然不是我们以为的Google 或者是Meta 或者是微软 而是苹果 过去它收购了32家 而且这只算到去年底 光今年我看到的资料 它至少又买了一家法国的公司 一家加拿大的公司 所以它其实鸭子滑雪有在做 对 一直有在做 只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成品 没有错 因为我刚刚说它以前的习惯 没有做出来之前 我不会先讲 但是这次是被逼到 因为财报这么难看 然后股价又一直跌 对 好 那不止这样子 它在瑞士也成立了 这个AI的实验室 专门做这个 那当然有钱盖实验室 那更重要要有人 那有人当然就是挖角了 最快 所以它就从Google 从微软 哪一些公司 这跟其实跟它以前 在要做汽车的时候 也都是挖来的 挖来是最快的 所以你看它 确确实实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问题是到底能不能成 没有人知道 那它的AI机器人 现在是已经 只说有在做 可是到底成果怎么样 没人知道 也是没人知道 但是外传也有 对 外传有 那包含了 它也要去做这个 所谓的这个语言方面的 这些辨识的 还有类似GDP 等等这些东西 它都说我又都在做 可是现在又发生这件事情 让人家觉得很尴尬 你都自己觉得很厉害 那为什么你的手机 连闹铃都不会响 你没有办法解释 那你不会响吗 对啊 你这就不要 那这样上班会迟到 对 这个已经是Google 他们官方 抱歉那个苹果官方 已经出来承认 真的有这个问题 因为太多人在反应了 然后呢 然后中有问题 对 就是说我设定 有些人想说 哎呦 我设一个不准 我设五个 结果五个都不会响 那台机大条 来 蔡总来看一下苹概股 到底有没有机会 今天网上苹果的财报 大家出来等 对 个股表现 我们看一下 在PCB的供应链 是比较稳的 包括台光电 华通 台郡今天都是涨的 那这里面的话 个股的财报就关键了 我们看2383的台光电 前阵子说 他AI里面的这个单子 被韩国抢走了 跌了一大段 这先跌过的就安全 先跌过的就安全 人家公告DGEPS 五块多 先跌过 如果财报又不错就安全 对 YOY成长三倍 所以你看 我觉得这个短线拉回来 应该都OK 因为弄过了 回来看一下 这一家就不妙 哪一家不妙 台达电 台达电 台达电是很重要的公司 台达电在今天跌了 今天跌了3%多 我们看2308的台达电 2308的台达电 但它也跌过 但是它公布的财报不好 但今天马上办法说 但是它做的苹果 当然是电源供应的 我怀疑它应该是电动车不好 所以它第一季的EPS 居然比去年同期 还衰退了十几% 所以关键是在财报 对 财报不好 但是大家很关键的 还是要看鸿海 2317的鸿海 那鸿海因为这一波 没有跌到 所以今天就做了一个拉回 但基本上 它虽然是贫盖股里头最强势 对 所以苹果的财报 除非说明天凌晨很糟糕 假如还是在疫情 虽然不好 但疫情至终的话 我觉得鸿海应该就稳住了 另外是越来越接近520了 到底政策股会不会持续涨 特别是跟电有关的 因为又跳电了又停电了 问题是这一次 怎么又是桃源 桃源怎么这么衰呢 桃源这两天又停电 台电说是设备故障 而且这次又跟小动物有关了 据说是一尾蛇 又是蛇惹的祸 又是动物惹的祸 桃源其实在最近这三天里面 四次的跳电 又是桃源 桃源本来是用电的大事 现在变成停电的大事 我看张市长要借购一下 那大家都是逃跑 今天逃跑四点十分大方向停电 我说两千六百号就收材用 炮灼七点 让平凶停电 因为暴雨的关系 整个树倒下来 四千七百号就停电了 那往前前天的下午在三峡跟巴德 又停电 那这一次是多少 五千一百户 然后傍晚的时候找到杨美了 那时候是多少 四千五百户 因為一條蛇 我們調查給我調查看 這條這條蛇是誰企業 一定有問題 專門都找台電的麻煩 有這個經驗是用碰氣 這次用蛇 沒有一個整個都起床了 但是台電的 去年了差不多兩千億 因為政府一定要補貼 行政院現在通過了 主價是一千億補貼 下去了 對東電的來說 又是最大的理督 因為台電 它有一個未來的一個 十年強韌電網的計畫 那我們來看 到底重電股已經 憲哥幫我們來看一下 個股股價 我們出來看一下股價 現在問題是 重電股我知道 從政策的角度來看 從缺電的角度來看 從電網更新的角度來看 它確實題材蠻多了 但它漲很多 是 我們來講 關鍵是它漲很多 華城從9塊漲到988塊 是2006年漲了119倍 它的題材我們都知道 問題是它漲那麼多 還會再漲嗎 理論上來講 未來個別股還有機會 但是華城我覺得 它是把未來通通掌握了 因為我們它現在兩個利多 一個是台電的強韌電網 未來的十年五千六百億 每年五百六十億 第二是美國有一個 五年的基礎建設是2.4兆 但裡面不是都電 電沒那麼多 所以他們現在說 整個市場的趨勢 有三個需求 第一個是AI的增加用電 第二個是因為在2050年 這個減碳排碳的問題 它也會用到新的變壓器 然後第三個就是美國的 所有的電的基礎建設很爛 所以它也是要強韌電網 這個波紋也會用到電壓器 華城來講 它的成長就很強 那也因為它的股價已經漲過了 從九塊的水餃股變成千金股 從九塊到九八八 對啊 就變千金股 差不多十二塊而已 已經是千金股了 所以這種股票 所以今天你看我們這個利多 台電不是一千億進來的嗎 非常高興我們來看這個 一五一八的一個華城 華城今天股價是跌的 是跌的 所以這種股票真的不能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真的 我跟你說 真的有什麼 不要亂說對人去背貌 這個人已經賺那麼多了 這很恐怖的 這個股票在今天正式跌破月線 不是 但我說真的 疊渣也說很恐怖 疊渣也說恐怖 疊渣也說恐怖 每天都說恐怖 沒有啦 你看日午線 我們看月線你就怕死了 你如果看月線 你真的會怕死 因為你想想看 它是從九塊錢早上來的 對啊 九塊 好像自己股票也說恐怖 不知道要說四個十八以上 是啊 這十七塊 現在也說恐怖 所以投資人說 你們大家都跟我說恐怖 我就不敢 這個整波段都沒賺到 對 現在是真的恐怖 真的 我覺得是真的 真的恐怖 但是這個族群還是會長 我們來看大同 大同他最近 他上次不是我們有講大同嗎 他到美國的認證已經拿到 而且他拿到訂單了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看最近大同 他的手勢 大同基歷也是跌 跌 沒有沒有沒有 今天是小廠先講 但是基歷也是沙尾盤 應該這麼說 沙尾盤是後來 那個華盤撥到的 但是你看他月線還撐得很緊 第二個 再來他六月 他今年下半年要配息 因為他賣了福隆大樓 福隆大樓那些錢 他今年下半年要配 因為以前我們都一年 北中散就對了 我們以前都一年配息一次 對不對 從台積電說 我一年都要配四次以後 大家現在都想到了 這樣我每年給你配 每個給你配 你每個都差 就動不動都有題材 對 所以他下半年要配息 然後他也接到 美國的變壓器的訂單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一些 包括中興電那些 都已經漲七倍了 只有這個是漲最少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覺得如果說 這個主權沒有問題的話 那大同應該是 現在來講 應該是你選擇的一個 第一個標的